前面两个视频有点吓人 一个讲的是我的朋友 一个呢是讲的我自己 那今天这一个呢 就来讲讲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即使我是生病了 昨天上了一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是病得不轻 怎么说呢 就一天都很痛 那头都要爆炸了似的 然后呢 就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又没吃什么东西 但是呢 后来我还是吃了一些药 吃了药以后呢 就好多了 就是吃了两颗药吧 在这里呢我就要跟朋友们讲讲 在美国呀 生病了怎么解决问题 其实我呢 是个汇集记忆的家伙 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呢 我是不会想要去看医生的 有时候就是 你还能挨得过去 我都会挨这样子 也不是说省钱不省钱 因为对于我来说 以前吧 我都有工费医疗啊 我用不着省什么钱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去看医生 所以呢 也就是说 看医生这件事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 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呢 我就不要去看医生 好了 那生病呢 这些年基本上就是这么挨过来的 就包括去年一二月份的时候 我得了那个新万吧 我都不记得那时候是叫什么病毒了 奥米克戎吧 好像是 总之 大家轰轰烈烈的都在得 然后我得的时候 也是有死亡体验的那种 就觉得 哎呀 我可能熬不过经验了 然后呢 我的朋友说 如果你硬是不行的话就打911 然后直接进医院 然后呢 就写他的名字 当作就是 怎么说呢 他要有年纪人的名字嘛 那你就写我朋友的名字这样子 还有一次呢 就是被车撞了以后 我的天哪 刚撞的时候觉得没什么 撞完以后 第二天 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全程都散掉了 不知道状态是谁样了 这是两次 然后后面有几次也是 就是那种心脏跳动 非常的急促 有时候可以跳到两三百下这样的 挺吓人的 总之 就有时候有一些很莫名的事情发生 本来这些呢 应该都要去就医 让医生给你诊断 然后呢 你就规避风险 但是我基本上 除了被车撞了以后 因为这种是骨壳 外壳什么的 那我到现在 我的脚也没好玩 但是就还是去求医问药了 其他时间 基本上就是自己靠吃药挨过去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很多人呢 就还是相信中国的药 所以我在一些群组里面 就群聊里面 经常看到有人说 哦 我要买什么中国药 然后人家也在团购一些中国药 但是 在我自己这些年 就是自己用药的过程中 我才发现 真是傻呢 脑子有病才会用中国药呢 美国的药太好了好不好 就是你真的有几个药 你就可以解决到一个大问题 并且你没有痛苦 他很多药都有那种 怎么说呀 去痛功能 嗯 我买了几种吧 就就放到家里 经常有时候用得着啊 风寒感冒啊 或者是头痛啊 郁裂也这种的 都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后来有朋友说 哎呀我那里有什么药 我有什么阿奇梅素 什么梅素之类的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再给我这些药 说你来到美国 你就应该学会用美国的药 当然呢 有一定难度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语言的问题嘛 特别是像医药科学 这一块的东西呢 你就对不上那个名字 你知道吧 嗯 我也是因为自己生病了嘛 然后刚开始朋友呢 就会说 哎你试一下这个药吧 我就拒绝吃药的那种 到了后来我还是接受了 吃过几次以后就发现 哎这个药还挺管用的哦 真的就是一颗两颗 你整个人就就活过来了 你看到我今天这个样子 就不像昨天大病一场 有可能像我第一次得 那个奥米克隆的时候 如果我要吃药的话 我可能很快就好过来了 我不常常吃药了 趁了一两个月呀 我的天哪 没完没了的还 落下了那个就是 失去了味觉和嗅觉 也尝过了 对 就是失去了味觉和嗅觉 我才知道我得到 奥米克隆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测试 也就是说到今天呢 我依然不知道 怎么做核酸 我在网上申请了 那个核酸试剂盒 也寄过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怎么用 就是挺搞的 然后后来呢 就慢慢的慢慢的 就九病成一吧 慢慢的现在我就知道 哦美国的药原 比中国的药要好 好很多 你不用不知道 一用下一条 相信我不用从中国带药了 我在网上看到 就是那些个做导游的吧 就是在国外做导游 在美国这边做导游的 那种旅行 游公司的导游 在这边的地培 他就讲到国内 很多大妈呀 或什么人 带一箱子药过来 然后 有的就丢弃在这里 然后他说我也用不上 就太夸张了 在医药技术这一块 你还得要相信 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方 他的医药技术 应该是比较好的 当然呢 也不一定 就像泰国的 泰药技术 绝对也可以 还有就是他们讲 那个不是 中国之前有一部电影 叫《药神》吗 讲的就是 印度人做那个什么 副克药 就是盗版药吧 就是相当于 副克包一样的那种 那就是人家去进口 他这种药 那最终呢 这个药呢 就是还是能救一些病的 总之呢 你还需要相信科学的 好吧 那就是说 我们如果生病了 应该要找的是 美国的药 而不是中国的药 不要寻找那种 惯性去找那些药 有时候真的解决不了问题 就我的经验来说 好了 那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